根據醫師的判斷 他的後腦勺有磋傷 6月1號凌晨8分的時候 理爹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行政中心通報 高鐵、金左營、站前路的海鐵局 有人受傷送醫 那後來我們派出我們開手的潛力 前往我們了解 到達現場之後發覺 那當事人就在送醫的途中也是生亡 經過我們標位監視器分析研判 有可能 因為他的要進入他們營區 就是他們戰區裡面有兩道關卡 所以說出入研判應該是熟冷熟冷熟 一切在偵查理性當中 檢視犯的部分不排除 他們兩個是熟識 熟識的狀視手不排除 這位嫌疑犯有可能是涉案 所以說我們就去查訪 那在查訪的過程當中 他應該是群體之下 從樓上跳到的受傷 因為當事人他沒有承認 所以說一切都還需要用無罪推定原則 但沒有的是行業 來自到達現場 優惠行業 有機會到達現場 對付投金餘獲館 frankly是受傷 有些觸發能力 我承認